全球十大超级健康食物 最后一个每天都要吃 第十名 洋葱 具有很高的食疗价值 被称为蔬菜黄厚 富含锡元素和胡皮素 第九名 石榴 抗氧化物质含量非常高 富含维生素C和叶酸 石榴籽富含多分类物质和类黄酮 吃石榴的时候最好要嚼一嚼石榴籽 第八名 糙米 含有丰富的B族维生素 维生素E以及美磷等矿物质 糙米里面的古维素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物 第七名 红薯 含丰富的甲铁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 日本冲绳岛上的居民大都长寿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主食是红薯 第六名 卷心菜 有很多强力抗氧化物 也是维生素C和纤维的良好来源 第五名 香蕉 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尤其是甲元素的含量非常高 第四名 西兰花 营养素密度最高的食物之一 它含铁量非常高 中等大小的一个西兰花 就可以满足人一天的维生素K和维生素C的需求 第三名 蓝莓 主要是富含抗氧化剂花青素 这是很多水果不具备的 第二名 菠菜 有营养模范生之称 富含钾和抗氧化剂 建议每隔两三天就吃一次菠菜 第一名来了是番茄 富含抗氧化物质 番茄红素 它含有维生素C 甲 叶酸等等 可以每天喝一杯西红柿汁 或者是每周吃几个西红柿 转发这条视频 把健康带给家人 您和幸福只差一包油的距离